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中共三中全會7月開被指因內鬥延誤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一直難產 今天中共政治局會議宣布 7月開三中全會 並提及經濟議題 而此前有關會議延遲的原因 多指向中共內鬥所致 有關會上是否處理秦剛等幾名 被免職的高官的中央委員職務 備受關注 當局通稿長篇報導政治局會議內容 並聲稱中共黨魁習近平領導下 經濟實現良好開局 但承認面臨諸多挑戰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案例在去年底前開 但一直拖延 此前曾引發猜測紛紜 有觀點認為 當下中國經濟嚴重下滑 中共會議主題難以定位 另有人認為 火箭軍高層大批將領 以及國防部長李尚福 外交部長秦剛等 由習親自選定 親自提拔的副國級幹部 接連落馬 導致三中全會在人事安排上出現難題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斯蒂芬 羅奇3月4日接受CNBC的亞洲財經論壇節目採訪時表示 中共跳過三中全會是一件相當大的事 可能表明北京遇上棘手經濟問題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2月27日對大紀元表示 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全力達到了頂峰 但是他的權威 他的影響力到了低谷 形成一個巨大的反差 三中全會難開 對應著中共目前陷入一個非常糟糕的局面 內部分氣非常大 習不可能讓三中全會成為反對派 對他發動攻擊的機會 他一定要做到絕對安全 他才會開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丁樹範 則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經濟形勢不好 習近平遲開中央全會 確實可能是因為不安全感越來越高 有關秦剛 李尚福等人的中央委員職務 是否在三中全會被撤 也是看點 除了秦剛和李尚福 火箭軍前司令李尉超 也是中央委員 中國航天 科工集團前董事長袁杰 則是二十届中央候補委員 海外時評人高新認為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陸續失蹤的高級將領們 和腹部級老總們如今下落都已經明了 也許說明 當局對整個火箭軍渦暗的調查 已經進入尾聲 接下來就是要等三中全會正式宣布 對他們中的夠級別者進行的黨內處理結果了 時評人士王貢4月17日發表文章表示 就像李尚福未經開中央全會 未有任何官宣 就被直接從中共國防部網站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名單中移除一樣 可能當局處理他們根本不需要走中央全會的程序了 他認為 習要極力護住自己親自組建的中央人士大盤 以保權威 三中全會即便要開 也不一定有處理違紀的中央委員這個內容 被失蹤的幾名中央委員 包括前外長秦剛在內 還有軍方的中央委員李尚福 李玉超 軍工系的中央候補委員袁姐 可能不會被公開開除出中央 外界可能看不到當局對他們處理的下半場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輸入優惠碼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